和内地影业的蓬勃发展不同,香港影业日益凋零,除了中星的演员吴彦祖、余文德、谢霆锋以外,可以说一个能打的都没,而老一辈的影人就不一样了,许多香港老演员仍然是中国电影的长青手, 其中,成龙和周润发都是香港电影的杰出代表,两人都是影视圈中大哥级的人物,成龙被称为大哥,周润发被称为发哥,他们都独自演绎过很多部经典,拍过的电影看过两三,并还觉得回味无穷,很多影迷应该都和小编一样有过遗憾,那就是两位影帝不曾一起合作过,不是没有人邀请,而是被拒绝了,草期的时候,成龙就曾说过一直想和周润发合作, 但周润发多次以剧本不合适拒绝了,有些人说周润发发大牌,成龙就差卑躬屈膝,都跪下求他合作了,小编想说,你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,我们都知道,成龙的电影主角光环很重,说好听点叫个人主义浓烈,说难听点就是不给其他演员重要的戏份, 我们知道喜剧之王周星驰的性格也是很强势的,但是周星驰在他的电影里,都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,从始至终都没有以主角的身份合作过,周润发作为和成龙辈粉相同的艺人,自然不愿给他人做历解,所谓的王不见王,或许是两人相处的最好方式, 但是这一回,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盼来了周润发和成龙合作的电影,美中不足的是,导演是被称为烂片之王的王精,王精的这部新作叫《十二金刚》,因为演员整容强大,被称作最受关注的贺岁档电影,这些年我们也看了不少阵容强大的电影,但这一次的却让人有些出乎意料,据说王精把香港影帝级的演员能请的都请来了,足足15人,他们分别是周润发,刘德华, 古天乐,张家辉,刘青云,郑拿华,吴振宇,梁家辉,洪金豹,曾日伟,梁朝伟,郑一剑,吴燕祖,谢霆锋,成龙,按电影名来看,主演应该有十二人,以周润发和成龙的声望地位来说,两人无疑是十二人中的一员,很显然,有三位影帝要做配角,有人说王精为了让周润发和成龙合作,为此大手笔请了三个影帝作配,但也有人说, 成龙和周润发是自愿合作的,因为这是王精的第一百部电影,虽然王精这些年烂片不断,但是当初不少演员都是他提携起来的,要小编说,谁关心这事呢? 我们要做的只有期待王精好好拍戏,当然,我们还能讨论一下谁是那三个作配的绿叶,从这些演员的获奖情况来看,每个人都起码拿过一两个专业的奖项,其中周润发,刘德华,张家辉,刘清云,梁家辉,梁朝伟是同时获得过金像奖,金马奖的双要影帝, 古天乐,任达华,红金宝,曾日伟,谢霆锋拿过金像奖最佳男主角,成龙是金马奖金鸡奖双要影帝,吴振宇是金马影帝,正一件拿过韩国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,最弱的应该是吴燕祖,不过也拿过金马奖最佳男配角,入围好几届金马奖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,单从获奖情况来看,吴燕祖,正一件要弱一些, 很有可能出任配角,至于剩下的一个就不好猜了,因为剩下的人都获得过权威的金像奖金马奖,是实打实的影帝,不过在这些人中,谢霆锋的争议比较大,有网友说,谢霆锋在这些人中资历倍分最低,出演配角很正常,但也有网友认为谢霆锋是香港这些年发展最好的少数几个年轻人,前辈很有可能扶持他上位,光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 你们觉得哪些人可能是配角呢?